主持人一天早晚两档栏目有多麻烦 下一档节目开始 早新闻太早了 很多女主持人都会带假发 又长逗了 离下一档栏目还有8小时 把妆卸了透透气 一般这样早晚有节目的 我会复平面膜不适 经常化妆或者熬夜的妹子 应该能够体会脸很干 却补不进水的痛苦吧 我用的这款是鱼颜的分体面膜 营业分离的设计可以保证经常业的活性 里面有五重玻尿酸 其中三重是有蒸蜜的 可以沉沉补水 博尔达在玻尿酸界可是有很高江湖地位的 它有三重神经线暗和医生员所使修复 双脸很温和很舒服 喂 姐啊能不能帮我们来录个ID啊 呃不用录脸吧 不用不用就是声音 行 那你们想录先吗 给大家看看电台长时间 给大家看看电台长时间 给大家看看电台 大家好我是浙江 浙江京市的主持人潘柔 这是我的声音吗好神奇 不客气不客气 好拜拜 拜拜爱意 我觉得电台好好玩啊 哎十几分钟了 蘑菇还是很温 这个蘑菇啊是归早年鲜蘑菇 可以吸附自身重量十几倍的精华 所以蓄水能力非常强 不低而且非常的肥贴 不玩是不是水水温温状态好了很多 先盖个饭 网店特色 吃完五岁一下 又要花晚上的妆啦 准备今天这第二档节目了 换好了 要是早上带妆到现在 肯定没办法这么复杂 上节目去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